你現在聽的是元網台 我是生食食術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這輪轉天的風濕骨痛很辛苦 婆婆,我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這麼好嗎?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元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ella 今天會繼續和元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和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和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樂的人生 Hello 余醫生 你好 Hello Della 你好 大家好 余醫生 現在坊間市面上 都很多很多不同的健康產品 其中一個產品就是酵素 在我們陸創意健康店 我們都有很多這些產品 酵素等等 有些客人就算上來找的時候 有時候他們可能也會把那個 譬如可能他們問腸胃的問題 我們介紹他 問他 他又說 他說不是 我已經有吃了益生菌 其實他們又會把益生菌和酵素 又混在一起 在同一個產品 究竟其實酵素是什麼東西 我們身體是否真的 在一個必須要的情況之下 要去做這個補充的呢 其實酵素好像是一種 有自己生命的物質 在所有活的細胞 無論是動物或者植物都可以 都可以發現得到的 可以說是生命所需的能量化的 一種蛋白質的分子 酵素會加速 會催化 最重要是催化和調控 差不多所有人體的生化的反應 換言之說 酵素能夠啟動身體裡面的能量 能夠將食物轉變成能量 而且由於酵素的體積很小 所以就算用最大的、強的顯微鏡 都不能用體的 其實是一種不同的分子 是 好了 酵素的存在力量 只能夠透過非常精密和仔細的測試 才能夠決定得到 即是那個不是可以看出來 不可以量化體的 簡單來說 我們生命是一定需要酵素存在 沒有酵素就是沒有生命 一個簡單 身體內每一個化學的反應 都是要靠酵素的 酵素是催化劑 或者是自動的催化劑 酵素跟體內每一個運作器官相連 幫助我們完成生命的過程 即是可以說生命就是酵素 酵素就是生命了 我已經聽過維他命和抗物鹽 但它們不是酵素 它們需要酵素 是來完成它們身體體內的運送過程 所有食物都需要酵素 進行酵素才能夠消化 即是沒有酵素食物消化不到 當然酵素會被我們搬飲 搬煮食物的時候 食物加工的過程是破壞的 酵素是可以避免 體內已經部分消化的蛋白質的腐壞 炭水化合物的發酵 和脂肪的變液 還有很多是來自植物的酵素 進入人體之後才會活躍起來 還有動物的酵素 只能夠在酸鹼度為8的鹼性小腸內活動 這些是基本的有關酵素的資料 其實剛才聽你這樣說 也有不同類型的酵素存在 沒錯 其實我們有很多類型的酵素 有一種我們叫做新陳代謝的酵素 這是一種 英文叫做metabolic 身體自己製造的酵素 這些酵素在細胞裏面會催化 催化就是導致或者加速一些化學作用 進行排毒和產生的能量 我們知道身體很多化學的活動 很多是千千萬萬的 但是如果你要加速它 一種的做法就是溫度提升 譬如我們將身體溫度提升10度 身體的生化活動可以提升一倍 但是你知道我們身體 其實我們不可以用溫度 只是單純溫度 身體不是經常發燒嗎 所以其實是其他的 使身體推動或者調理化學的反應 其實就是依靠酵素 這叫做新陳代謝 所有新陳代謝 身體當然整個機制都是新陳代謝的過程 第二就是消化酵素 消化酵素是沿著我們的消化管道 分泌出來的 用來分解的食物 食物養份才能夠被血液吸收 人類的消化酵素 包括一種抵液口水的酵素 Tialine 胃蛋白酵素 Paxin 胃蛋白酵素 Tripsin 脂肪酵素 Lipase 蛋白酵素 Protease 淀粉酵素 Amalase 身體不懂得製造一種纖維的酵素 Celulase 纖維酵素 所以身體是不消化到那些纖維的 纖維的 纖維的渣子 只能夠成為我們的幫助大便的消化 因為它不會被化解的 因為身體缺乏這種纖維的酵素 即使在我們的消化度裏面 都需要不同的酵素 來幫助消化不同的食物 好了 還有一種叫做食物酵素 即是所有未經加工或煮熟過的食物 本身都含有活的酵素 這些食物當然會提供一些外來消化酵素的來源 因為我們吃這些食物 尤其當我們生食 我們是有的 它們可能會含有蛋白酵素 澱粉酵素 脂肪酵素 還有纖維酵素 始終這些纖維都要部分被消化 雖然我們體內是沒有這些 但食物本身有的 這些是能夠分別幫助分解食物的蛋白質 澱粉化碳碳水化合物 脂肪和纖維的 但是這些酵素 只是足夠能夠消化 未經加工或煮熟的食物 但是不會儲藏在體內供日後使用的 即是消化過程它會幫助你消化 即是有些生的食物 即是沒有加工的食物 它本身的食物酵素會幫助你去消化 加強消化 但是如果我們吃的食物 吃太多的煮過的食物 加工的食物其實就沒有了酵素 你看到這個很重要的 就是了解這個分別很重要 那在剛才你說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在市面上可以找到一些怎樣的酵素 其實很多時候作為一種健康產品 那酵素都有很多 即是市面上有很多 在油 譬如有一種 有些人譬如標明 我所稱為蛋白粉的酵素 Protelactic enzyme 這些動物酵素是需要維他命和抗物鹽的 我大家都知道的 但是分解的形式 亦和植物的酵素有些不同 因為這些酵素是需要特別的酸解的媒介 所以它不能夠幫助你消化所有的食物 這種叫做蛋白粉的酵素 另外一種叫做胰的酵素 胰狀酵素 通常是跟豬或牛的胰狀提煉出來的 大家知道我們豬 尤其是豬是吃垃圾的食物 吃它什麼都消化到 什麼都給它吃的 所以豬為什麼能夠有這樣的能力呢 因為它有很多胰狀的酵素 但是這些豬狀酵素 本身是一種含有蛋白的酵素 澱粉酵素和脂肪酵素 但是只能夠在酸鹼度 近乎白的鹼性的環境 進行分解工作 所以在小腸裡面 這些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質的消化已經進行了 OK 在這個情況之下 有建議說孕婦 或者在吃薄血藥的人的期間 就不要用這些異狀酵素 OK 好了 這個異狀酵素 其實只有很多這類的產品 有時候會用來消炎 有些運動員 受傷 它不想吃一些蜥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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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蜴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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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蜴�蜴蜴蜴�蜴蜴�蜴蜴�蜴�蜴���蜴����� 通常是凤梨,即是菠萝里面 还有些是水解的蛋白质 就是Protein Hydroxylate 这些水解的蛋白质提炼出来的 这一组蛋白质的成分分解酵素 还有些乳液凝结酵素 Live Lactase 凤梨酵素的浓缩剂可以通常用在防止发炎 即是运动源 令到肉类的松软和啤酒防冻结的作用 很多时候有些人会使用 Tenderlyzer 有时候如果你没有这些东西 你可以用菠萝汁 所谓来到叶不叶这些 令到那些肉会松软 水解的蛋白质和水和氨基酸混合 就造成的 酸碱和酵素的分解蛋白质之后 能够产生这一类的所谓氨基酸 氨基酸的成分 有些人发现自己吃不到蛋白质的成分 他就发现吃得难以消化 很明显很多时候会加上凤梨酵素 当然有时候喝菠萝汁、新鲜炸的 都有很多这些凤梨酵素 另外一种叫做胰胆白酵素 Tripsin 这个是在肠里面 是制造的一种蛋白分解的酵素 可以从动物的肠状或者胰状里面提取 这种的胰胆白酵素 只能够在简性的环境工作 分解比如有些 阿俊尼是一种胰基酸 是胰卵酸 或者另一种叫做拉鲜 亦是一种胰基酸 尼胰基酸 胰状胆白酵素 一般通常都会包住它 因为如果一个软状 包住它 才可以混入小肠 不要那么快在胃或其他地方工作 譬如胃那里 它发挥不到作用 它需要在小肠的酸碱度 稍微简性的小肠的 简性的环境才能够发挥工作 当然了 这个胰胆白酵素 亦用在加强胰壮和小肠的功能 好了 那还有一种 这种是植物的酵素 OK 通常在实验室里面 是一个特别程序 是培植过来的植物 通常用大豆或者小物里面 是培植的 当然在培植过程 它要用一些 不会有菊菌类的问题走出来 同时也不会有被屎菌污染 因为始终 任何发酵过程 这些微生物很容易出现 所以所有菊菌和真菌都要消除它 只能够有淋的植物的酵素 只能够有淋的植物的酵素 在食物工艺上 这些菊菌酵素 是拥有很安全的记录 即是有些人不用担心 会不会受到其他的菌类 污困是污染了 很多时候 人们在吃饭的时候 帮助消化 来服用酵素 也有些人在餐后 或者饭餐之间 来服用酵素 加强整体健康 医生连事院都帮我们解释了 酵素 原来是我们的身体里面 如果生命之中 如果没有酵素 就没有了生命 而且在发挥不同类型的功效 这节时间差不多 稍后我们继续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今天的题目是 什么是酵素 陆创意健康店 是一间最多元化选择的健康店 提供2000多种不同种类的健康食品和饮品 环保家居 及个人用品 健康产品 营养补充剂 一系列健康书籍等等 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28824848 网站 网站 www.h-e-a-l-t-h-s-h-o-p-dot-com-dot-h-k 欢迎回来第二节的圆网台 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继续今天的题目就是 什么是酵素 袁医生上一节 你们解释过 酵素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催化剂 而我们身体又自己会制造到 食物里面有 本身所有的生命体上面都有酵素 但是为什么市面上 甚至我们有时候都会推荐我们的客人 一些病人都要服食一些酵素的补充剂 为什么还要吃呢 看看 我昨天都解释清楚了 其实虽然是所有生命 所有食物植物 动物都有很多酵素 但是酵素是不可以经过煮食 如果煮食或者交工 会将酵素消灭 毁灭 其实大部分人吃的什么呢 多数都是吃煮食的东西 熟食的东西 所以这些熟食的人 身体本身的酵素没有 就要用外来的酵素 因为植物本身也没有 就是植物本身的酵素 帮助你消化 但是如果你将植物加工煮食 它本身的酵素就没有了 那变成你用身体的消化酵素 自己体内的酵素 来帮助消化 从而消耗了很多身体内的 收藏的酵素 酵素是一种能量 一种催化剂 那我们的器官和腺体 每一个作用都需要能量的运作 那我们也是需要用血液里面的养分 才能够得到能量的 那这些养分是如何来呢 是由消化了食物和酵素的能量 中来的 即是说 你要用这些酵素帮助它 所以如果当你缺乏酵素的时候 是会引致患病抵抗力差 各类型的压力和身体环境的改变 因而寿命会减短的 所以如果我们在吃东西 就像吃那些煮熟的食物 大部分都是吃这类的食物 是 我们添加一些酵素的补充剂 那我们起码可以停止或者减慢 这些不正常的病态衰老的过程 嗯 好了 简单来说 大部分人吃的食物 都是吃一些熟食的 而且不是一些未经加工的 全部都是加工食物多的 所以呢 我们基本上 还有呢 我们已经损失了生产营养丰富食物的泥土 是吧 身体由进食的全氨基酸的食物制造 新陳代謝的酵素 和全氨基酸只能够在动物的产品找得到 或者要和食物的产品混合起来 才能够有一个完整的氨基酸来源 所以很多素食的人就这方面要小心 那当然了 他们很多时候都懂得处理了 比如吃大豆和小麦 加在一起吃 曾经都见的是这样 那就是同一餐食 那现在最近都说 其实都不需要同一餐食的 你有一些吃大豆 有一些吃小麦 就是谷类和大豆 那你就会拿到完整的氨基酸 那对素食的人都不用太担心 好了 那当然了 我们通常大部分人吃的 都是主食的肉类 OK 那当然煮熟 就会略夺了本身 即是本身本有的酵素 OK 好了 还有未经加工 或者吃生的坚果 Nuts 和大部分的豆类 它都附有酵素的抑压剂 叫做ansom inhibitor 比如尤其是Nuts 那些坚果 豆类和种子 所以很多时候都建议 才要浸24小时的水 那来到什么呢 是消除这些酵素的抑压剂才用 比如很多时候我们吃那些Nuts 尤其是生的那些 没有加盐 都没有什么所谓 因为没有什么烤素 那我通常都建议 比如吃杏仁那些 都是拿水浸一浸 尤其是那些衣服那些浸 那我建议通常是拿一个盆 将它放在冰箱 要吃的时候 就是拿一些放在冰箱里吃 是 所以有些人都是有习惯 有些那些Nuts 尤其那些盐壳类的那些 生的那些都是拿水浸一浸 那可以将这些这样的抑制 烤素抑制剂是减低的 那再呢 为何我们好知很多谷铝 面粉呢 那当然全部交过工 那基本没有什么烤素的了 已经被掠掉了 那所以呢 如果要自己是吃些烤素补充剂呢 是能够保证你身体有足够的烤素供应的 嗯 好啊 那有些呢 市面上呢 市面上其他呢 因为有时的客人都会来问过 就是说 它那些呢 自称为一些烤素的补充剂 或者是食物呢 那就是我们又怎样去看 来到采用啊 那些东西呢 是的 很多时候都以为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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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名字是酵素的 那原来就是酵素咯 是啊 其实呢 我们叫Cocutin是一种负酵素 是最初下 初初是由牛的心里面提炼出来的 那它作用呢 用的人都知道呢 是加强我们的心力的 是 尤其是有心脏虚弱啊 心脏病啊 那我们都很多人都懂得用呢 是那个Cocutin的 那负酵素呢 是 那负酵素呢 也是一种有机的分子 通常呢 它含有鱗 和其他维他命 那负酵素呢 和那个负酵素蛋白质呢 一定要结合一齐呢 才能够发挥的 嗯 那就是呢 其实这些负酵素 不是本身是一个酵素 是完整的酵素 那 那 但是我们有 我们的维他命啊 和抗物盐呢 亦都可以叫做负酵素 是 这些叫做负酵素呢 是 就是需要另外一种的能量呢 和一种的酵素 才能够发挥作用的 嗯 那就是数得的时候呢 我经常有人说呢 我们吃东西呢 只能吃维他命丸啊 抗物盐呢 是没有吃完整的 浓缩食物的 補充剂好一点的 是 我知道Stand up Process呢 这家美国的 差不多最老字号的 营养产品補充剂公司 它们所用的产品呢 由植物啦 动物啦 就是提炼出来啦 但是它们呢 是完整的 就是浓缩的食物 那它们有解释呢 为什么它们会这样做呢 这个呢 和一般人吃维他命抗物盐不同的 因为维他命抗物盐呢 是不是一个完整的食物 嗯嗯 因为为什么呢 它们缺乏酵素 是 所以呢 很多时候呢 这些老字号的营养补充食物呢 它们就会用一种浓缩的食物 就不是用维他命丸 那么简单 所以那些人呢 就用大量维他命丸 其实呢 当然是好 是不是 但是不足够 还有呢 它是单 就是单调的 单方面的 不得平衡的了 好了 那我们也都 有些人用绿素素 是不是 那个 叶绿素这些产品 那些本身植物产品呢 它含有抗物盐 维他命 和维多酵素的 但是呢 它们是没有 就是以上那些酵素的消化作用 就是它 就是最好 就是它不会帮助你消化 不足够帮助你消化的 但是最佳的状态 这些酵素呢 只能够 就是运送它自己本身的养分 给那个 给身体的 OK 那另一种是 那种炎酸 那炎酸呢 是我们胃液的一种正常的成分 嗯 那说回炎酸呢 很多时候那些人呢 都有一种的经验 就发现他 他经常觉得自己胃液 胃酸过多 嗯 嗯 就是火焦心啊 这些这样的情况 经常都热酸啊 热酸啊 泛气啊这样 那一般的传统的医疗呢 那一般的传统的医疗呢 西医就用什么 用抗酸剂 是的 那或者用一些 实际西药呢 叫nexium 那其实呢 是抑制你的胃酸出现的 那但是原来发现呢 那当然呢 这些这样的市面上 这些 很多很多的那些 那些胃药 抗酸药 其实呢 是根据不到 这个本身问题的 所以一个这么简单的问题呢 西医的医学上面呢 那些药物是根据 那是没有办法根据这类的 那其实身体是需要胃酸的 那反而呢 有些情况呢 我们呢 就 惯常呢 是用一些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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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都想到 那其实以前有些人想呢 啊 梳打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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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打粉是简性的 是不是中和胃酸呢 那发现呢 原来呢 我们身体消化呢 其实是用梳打的 就是简性的液去消化 就不是用酸性的胃酸 就是这个一个 一个挺有趣的迷来的 那 那 那原来最后发现呢 其实不是因为你 梳打粉 降了你 抑制你的胃酸的 反而梳打粉 本身呢 是我们以来 用来消化的 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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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刚才提及过呢 就是这些 就是很容易被人混淆了 很多人都以为是酵素啊 这些 Q10即是负酵素啊 或者是叶绿素的产品啊 这些东西呢 其实 因为它自己独立 不可以呢 是去制造到 或者帮助我们身体 制造到一些酵素出来的 而它本身呢 都需要呢 另外一些酵素呢 帮它去消化 而才将它那个营养 带入去我们的身体 那里的养份来说的 那就是这些都是说的 在我们身体状况 好的情况之下呢 才能做到 如果不是的时候呢 其实就是 这些营养产品下去的时候呢 都是会令到我们身体 需要自己 塑造了大量的酵素的成分呢 才可以呢 令到我们吸收到 这些营养补充下去 是不是 好 那究竟如果 刚才讲来讲去之后 究竟我们一个健康的身体 应该是怎样 组合自己 才是最理想的呢 袁医生 是 在我们曾经提及 有一个美国一间公司 Stand-up process 嗯 他们是最老自豪的了 是 已经在历史最长的了 那他们有一套的方法呢 是我们叫做平衡的 身化的身体 嗯 那其实他是做什么呢 其实他们知道呢 我们整个身体呢 是 什么叫健康的身体呢 嗯 其实健康身体呢 就是我们有健康的器官 健康的器官 和健康的腺体 就是内分泌的腺体 和不同的器官 消化器官 之类的 这类的总和 所以呢 他们有一份文犬呢 就是我们所有病 都给他们用的 是的 是的 除非他们的急性是普通病 我们都是一种 一般的病人呢 我们都要做这个正当调查 有几百个题目在这里 那么其实目的呢 是要了解你整个身体的 如何去运作 OK 那么 他会看到你身体哪个线体 例如你夹上线啊 肾上线啊 脑下垂体啊 就是有没有一些弱点呢 或者你是不是肝胆那方面 有些问题呢 或者你血糖的处理有些问题呢 那么其实这个的问卷呢 其实呢 是帮助我们了解整个身体的运作 的缺陷在哪里 那么我们就会用一些 是完整的食物 是浓缩的完整食物呢 是全面用三个月的时间 一般要求 就来到平衡身体的 那么其实我们身体 就是我有一时我问个病的 就是我们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呢 那么很多时候呢 他们以为是一个 就是有一种trick question 是的 那么其实呢 他们即时答不了的 其实简生来说呢 我会再给他提示他 那么一个寶寶仔出生 那吃什么呀 那就是吃人奶咯 是不是 那是不是寶寶仔 由开始是用吃人奶的妈妈 整个人成长的嘛 那么其实我们身体是什么做出来的呢 我们身体是百分之百食物的营养做出来的嘛 那所以在我们处理身体的问题呢 是很重要的工具呢 肯定是什么呢 是食物的营养 那譬如一个傢俬 我以前在病人面 就敲一下我们的木傢俬 那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木傢俬 那当我一箱台的木傢俬 坏了的时候呢 我要维修 那你猜我会用什么料去处理它呢 那么很多人都答到 当然用木了 对不对 那所以你要了解这个这么简单的概念呢 就是说呢 我们身体呢 其实是由食物做出来的 OK 那所以要维修 处理身体任何健康问题呢 最主要工具呢 肯定一定是食物先 那当然呢 有其他的工具去治病的 那但是呢 长远的 调理的身体 其实很多慢性病呢 只需要调理整体的身体 就会好的了 OK 那我们的其实身体呢 是一个个别的器官啊 和一个腺体的总和的 那当我们病的时候呢 因为我们身体的器官和腺体呢 个别的或者整体的呢 都不能够理想地运作的 那饮食当然影响我们的器官 和我们的腺体健康 那它也都直接呢 是和我们的遗传的因子 互相影响的 那好的营养呢 可以帮助器官和腺体呢 达到我们的遗传的潜力 发挥到出来呢 那之后呢 运作是最佳的状态的 那当营养不足的时候呢 我们的器官和腺体呢 就不能够得到 需要的特别的养分呢 是导致很多不良的效果的 那总结来说呢 会增加患病的机会 不能够应付压力 还有整体衰弱呢 甚至乎呢 就是严重的什么病 退化病啊 癌症都会这样的了 嗯 咦 这样听下去 在那个 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烤素呢 和我们那个 就是衰老的情况呢 都很大的关系 是不是 延先生 是的 那其实这方面的研究 大家在芝加哥有一个 叫做Michael Rees Hospital 是一个很出名的医院 是世界文明的了 那他研究呢 发现了老人口里面的烤素 是只不过年轻人的十三分之一 就是那个老人家的口水里面 含出来的烤素 是只是年轻人的十三分之一 就是和我们那个 就是月年长的时候 我们那个烤素就越来越没有了 没错了 是的 那同样我发现呢 在长寿村的地方的人 嗯 他们那个 他们通常呢 吃很多些是高烤素的烤素的烤素的 那譬如在Georgia Georgia 是 葵瓜多尔 Equadorian 和一些空沙 食物呢 是很多丰富的烤素的 日本也是 我最近都去一个 参加一个 日本的健康美食的旅游团 我才去探讨 那其实那个 他都会 就是 你都会看到 为什么日本人这么长寿呢 日本人吃很多些发酵的食物 是 烤素粥的食物 所以呢 日本呢 这些製造烤素呢 那个技术是很高超的 嗯 那你发现呢 现在很多日本和韩国的烤素产品呢 其实那个技术呢 都是来自日本的 是 所以你看到呢 日本是烤素的食品 那个产业 是非常之顶尖的 所以他们是吃很多 日本人吃很多烤素的食物的 所以呢 这些人呢 就是这些所谓的 详细村的人呢 其实呢 他们是吃很多 高烤素的食物的 比如很多时候 用一些大豆 发酵 牛奶的製品 比如大豆就是 纳豆 是不是 发酵的纳豆 是帮助它通血管 那牛奶的製品 很多是 富裕啊 乳酪啊 是不是 那还有蔬菜那些呢 和你生果 很多是面糞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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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类 豆类的面糞 蔬菜 很多是 发酵的 那些 那些 是 那很多时候呢 很习惯呢 将这些食物呢 稍微发酵一下 嗯 你看一下 现在市面呢 有些 像我们健康店都有的了 有些谷类呢 这些米呢 是先发了少少 少少发酵 是 即不是已经变了一棵菜 是 少少发酵 或者浸一些种子呢 其实呢 可以增加酵素分量 成20倍的 OK 他们尽量选择一些 未经加工 即加工 和食生的东西 很多时候呢 这些长寿村的人呢 在当遇到糧食短缺的时候呢 他们会 季节性呢 是进行一些断食的 OK 那 发现呢 原来呢 在断食期间呢 我们的消化酵素呢 就会暂时停止生产 因为没有食物需要 是 但是酵素呢 就会用的是 是消化我们的脂肪的组织 伤痕 关节炎 肿瘤 和血管硬化 这些 的 击击埋埋 这些问题呢 那其实呢 就可以用这些 就是正如的酵素呢 是来消化了它 嗯 所以为什么呢 这些这样的 就是断食呢 是对健康和长寿是很有益的 那其实原来的背后就是这样 你断食呢 你的身体呢 是进行那些酵素呢 就 就用在 其他 维修了 是 消化了你的那些炎症 关节炎 消化了那些肿瘤啊 那这样 所以你会发现呢 有的时候呢 他们用一种断食的方法呢 是可以说能医百病 OK 嗯 嗯 对了 那还有一个研究呢 是五十岁以上的人士 当他交通要外 那样的调查呢 发现呢 百分之一百的死者呢 脑下垂体都有损伤的 哦 大部分的老人的身直线啊 肾上线啊 疑岛啊 疑岛 和其他所谓叫做 毛管的线体呢 其实都被大量的熟食的习惯 已经摧毁了的 很明显啦 那随正燃力增加啦 那燃养的需求都会增加的 但是体内的器官 和善体的功能呢 比燃轻的时候呢 更加顺色 那通常呢 我们的器官和善体呢 就已经提早退化了 那所以为什么我燃机大的时候 老的时候呢 是容易呢 是出现一些 机能的退化 和感染疾病的 那但是呢 酵素呢 就连接我们身体 每一个器官的运作呢 也都帮助我们 完成生命的流程的 那可以说呢 绝对有理由呢 是推测呢 身体的 丰富的酵素呢 和健康详细之间呢 是有密切的关系 那就是说呢 如果要 就是要 年轻一点呢 我们要吃多些 酵素的食物 和呢 是补充剂咯 嗯 好啊 那这一节的时间也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什么是酵素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 就去个大自然里面 我们脱了一个鞋啊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摘地器 但是 城市人工作 那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 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摘地器的产品呢 那么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一路一路呢 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到家里呢 就每一日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摘地器的治疗了 摘地器的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通过了 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三节 原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什么是酵素 已经想上一节你又提到呢 如果我们想一个身体健康啊 或者呢 延迟的衰老呢 其实我们很需要大量那个酵素 来维持我们的生命啊 那样 那 我可不可以其实就是说 刚才说过啦 我吃多些呢 没有加工啊 或者吃多些生的东西啊 那来到 譬如那些是芽菜种子啊 吃多些蔬菜啊 新鲜的生果啊 炸汁啊 那来到增加这个酵素 那就可以了 可不可以这样做法呢 那你当然呢 可以尝试呢 透过吃很多些生的东西啊 没有加工的食物呢 你都得到一些大量的酵素的 但是实际上呢 我们在这个文明的 现代的生活模式里面 是比较难做得到的 嗯 因为呢 这些食物呢 本身是有酵素的 但是这些酵素呢 只是足够呢 是帮助消化这些食物本身 嗯 就是它 它多是食物要酵素 但是这些的 它的酵素的份量呢 只是帮助消化它自己本身啊 嗯 但是 但是现代的生活的压力呢 和消耗我们很多大量的 新层代症的酵素呢 那当我们缺乏这些酵素呢 就是因为质病和味老先衰的 根本的原因来的了 嗯 所以呢 酵素补充剂呢 是比较容易一些 而且呢 亦都非常之有效的方法呢 是获取足够的酵素 而保持健康的 嗯 但是有些客人又会这样说 哎 整天都是这样 就是如果要用那么多的补充剂 究竟一天要吃多少 都要吃多久啊 他就变成了 好像说 难道我好像一生都要是这样吃着 咕丸啊 这些才可以呢 每个人都当然啦 喜欢吃一些天然的食品啊 那些东西的时候 那这个问题又怎样可以解决呢 那当然呢 有些人说 我吃了一生吗 我通常都跟病人说呢 当然不是啦 是吧 就是你可以随时可以停的 你吃多久随时可以停的 那你不会说上了瘾 不吃就会变回完全 就不会的 但是你都可以一直用的 因为只是有益无害的 那当然呢 很多人都吃天然的食物 现在越来越多了 是吧 但是最大的问题呢 我们现在已经没有什么 这些肥肉和未经污染的土壤 种出来的天然食物的 那估计呢 其实呢 现时呢 只有一百分之一的食物呢 是属于有机的 OK 那你看看吧 那外面的食物呢 很多是灌状啊 平状啊 灌状啊 粉状啊 其实呢 都是经过高度的加工 高度的加工 高度的加工才会变成粉 的 可以这么说呢 其实全部都是偽装的毒物 来的了 其实不是一种食物 来的了 那我们当然呢 我们选择食物呢 大部分呢 被食物的那些广告影响的 是吧 所以一定要认清的事实呢 就是不要再压自己的 OK 那酵素呢 是我们 赖以维生的食物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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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有时候这些酵素呢 補充剂呢 是一种 軟状的胶囊里面呢 但是它是属于 拥有高能量的食物的 OK 那 如果我和你说 如果你用这些酵素補充剂呢 是能够令到你的生命延长五年的 是令到你呢 从此享受 生活质素更加好的话呢 那你觉得值不值得呢 是吧 是 你是要射射 是 但是如果你是因此而健康很多 而寿命更长了五年呢 那 那 那为什么你要 那为什么要停呢 我都常常问一下 就是有一样东西是对你好的 那为什么你会停呢 那 其实中国人呢 就一直有这些这样的养生 保品的习惯 嗯 很多人多大的人呢 所以去买很多燕窝啊 是 很多那些 那些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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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補新的的的藥材 那些 那些 那些是 那些是 那些都是 就是它觉得是很正常的咯 是不是 它们会一直这样用的 就是人生啊 很美的东西 那些都一直这样用的 那所以这些这样的习惯呢 它是用来保持健康 和预防疾病的 那 那 它会不会说 哎呀我都好了之后呢 就立刻不用呢 那很明显呢 它们会长用继续用的 那所以既然是这样 就是说 補充我们身体里面的 酵素之外 帮我们维持生命 好的能量之外 其实它还有没有其他 那些什么的作用呢 其实呢 如果我们 就是在研究酵素呢 其实最出名的本书 是Dr.Edward Howell H-O-W-E-L-L 这本书我们 我们那个健康点 可能以前都有的 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了 因为这个 就是经典之作 经典的 所有研究酵素的公司呢 都会提出这本书的 那好了 那我们其实呢 公司一系列的 我们叫做演化的 酵素的系列呢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 就是可以提升不同的作用 第一 它是淨化你的血液 那酵素呢 是可以清淨淨化血液的 那简单的角度来说呢 是对的 因为很多真菌啊 寄生虫啊 细菌呢 其实都是由蛋白质做出来的 这个大人都知道的了 那病毒呢 都是一种 某一种 有一种蛋白质的膜保护的了 那我们也都知道呢 蛋白酵素呢 能够分解蛋白质的 那如果我们身体血液里面呢 是很多入侵的东西 都是蛋白质的成分呢 那吃了一些蛋白酵素呢 是不是可以分解这些蛋白质的 入侵的那些 那些大物质呢 是 它可以干净呢 淨化你的血液 消除一些毛菌 那些細菌 那种 它还有呢 增强免疫系统 因为呢 我们的酵素呢 能够输送养份 还有将毒素残渣拔走,消化食物淨化血液 当然透过输送荷尔蒙来加强内分泌系统 帮助它提供原料,平衡胆固醇或者金油三酸脂 还有供原材料给脑袋,肯定对身体是无害而有益的 所以是增加身体免疫能力 还有可以分解脂肪 酵素里面有一种脂肪的酵素能够分解消化的脂肪已经证实了 如果我们吃饭的时候加一些脂肪的酵素当作补充剂 在消化管道工作,脂肪的酵素能化解胆囊、肝脏和胰臓的压力 因为和这些脂肪有关 如果在饭餐之间吃,脂肪酵素能够令在厨房、肝脏等待消化 是需要的,所以这些酵素也不会浪费 因为它会先放在一边,到时有用来帮你消化 当然我们身体这么多热热热热的东西是不断需要酵素来化解它们 好了,还可以降低胆固醇 虽然我和大家也说过很多次 其实最近的资料发现胆固醇是没问题的 胆固醇越高,其实发现一些人越长寿 这些已经是最近的资料 我们这个生产代謝的脂肪酵素可以控制胆固醇的水平 也有一类植物的脂肪酵素 也在演化过程中可以控制我们身体的胆固醇和脂肪 还有一个作用是增加我们脑的能力 我们利用身体由干储藏的蛋白质制造出来的葡萄糖 是给幽脑下部提供原料和增加它的功能的 所有的植物酵素都是一种氨基酸 即是一种蛋白质的食物 通过细胞将养分带去脑 而养分也都需要酵素输送系统送到全身的 如果这个工作不能够完成 我们会开始觉得很累 不能够清晰地思考 很多时候的人会不会吃完饭之后 眼泡呢? 其实就是这个主要的原因 我们发现幽脑下指导我们身体内分泌工作 维持我们的水分的平衡 维持体温、食欲和情绪 这种演化公司所出产的酵素 是支持我们的幽脑下部份的功能 而精心制造出来的 好了 还有一个作用是可以清洁我们的结肠 消化问题由于要主存在结肠里面 通过很多未能够消化的食物引起 我花了很多钱,我消费得起,就吃多了 但问题是,当你的身体的消化能力 未有足够的酵素去消化这些过度的精炼、加工 和未经煮熟的,这些食物是因为你未完全将它消化 它会腐烂的,它在你的体内会腐烂的 是会发酵的,会变益的 所以不要以为我们的食物吃多了是没问题的 但因为有问题的,因为你身体会制造毒素 所以我们为什么呢? 不要吃那么多食物 如果我们食物吃得多过一餐的话 我们每天起码要两次大变 所以酵素是帮助我们清理的长度 就不会让我们的食物变成毒物 好了,还有呢,酵素能够帮助安眠的作用 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通过脑部障碍的养分 就当然会导致失眠和沮丧的 营养不良的内分泌系统 也会导致荷尔蒙系统的机能障碍 会搞乱我们的神经系统和睡眠习惯 如果透过酵素的输送 或者加一些香氛的混合剂 是当然可以安眠的,OK? 如果我们不能够将消化食物输送的养分 保持我们身体内部的分泌和神经系统同步进行 我们就不能够重建我们的生活蒙色和能量的水平 然后呢,睡眠当然很重要,是吧? 好了,很多时候现在的人很紧张就是什么呢? 有个体重,脂肪多啊,体重啊 其实很多过重的人的身疼代者呢 在这一刻不久将来呢 一定会有不平衡的问题 那内分泌的系统呢 是调整我们身疼代者的机制 那当我们可以加强我们内分泌的系统呢 可以令到大肠的活动呢 有规律化和消化的食物呢 而不是将它转,即是变成脂肪呢 那我们需要有一个好的成功的身疼代者的组合呢 那我们不单是会减磅 其实很多时候是体内的水分的 那我们只是呢,是会燃烧脂肪和适当地消化的 那这种这样的减肥的过程呢 虽然慢慢来的,但是呢,是肯定的 那因为我们的目的呢 就不是要去一下身体那些多余的水分呢 我们的目的是要消除脂肪 那人要消除大量的脂肪呢 才能够是消除一磅的体重的 那虽然时间久,但是持久的 那我们的辅助,我们酵素的辅助剂呢 是可以帮助自然呢,平衡我们身体的脂肪的了 好了,那还有好处呢 就是我们什么呢 改善衰老的皮肤 那多少人花很多很多钱呢 去搞面貌,护肤啊,美容啊 其实用很多很多这些资源和金钱的 那如果我们足够的酵素呢 是可以保持我们皮肤的青春的必要的条件来的了 那在Portland那里呢 那里呢,有一个研究人员呢 Amber Atkinson 和Anthony Chikoky 那他们呢,就发现了 他说如果是 就是酵素增加皮肤的血液供应呢 给皮肤带来的养分呢 和带走令你皮肤缺乏光泽 和喜咒的毒物 就是排毒了 那从而呢,可以说是抗衰老的 那随着年纪的增长呢 那个循环的减慢呢 如果吃得多一些丰富的酵素 和美容加工煮熟的 水果,完整的酵素补充剂呢 那就变得对你的皮肤呢 抗衰老,清新的皮肤呢 是非常之重要的了 是 好了,那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平衡我们的酸碱的平衡了 那就是血腸里面的细菌了 有一个肠里面的细菌 譬如有些我们叫做豪酸乳汗菌 Lectobacillus, Acidophilus 是对维持那个肠道的适当的酸碱度 和控制那个潜伏性的菌 譬如一种叫做靈状牙胞抗菌 Costridium 和念珠菌的数目 那就是说我们要维持一个环境 酸碱平衡的时候呢 我才能够控制这些问题 所以很多人就经常说 念珠菌,念珠菌 他们就经常用抗生素去杀菌杀菌杀菌 其实会议院就做不到的 因为为什么呢? 问题都不是这个问题 问题是一个酸碱的平衡问题 就不是念珠菌杀菌杀菌 那就是念珠菌的了 你不可能没有的了 只不过它的数目不平衡 所以念珠菌真身才导致它平衡 那这个处理方法呢 不是用抗生素去杀菌 是处理方法 或者用念珠菌的特别大喉药 那么最重要呢 其实呢 就是保持适当的酸碱平衡 所以呢 我们用这些植物的 就是我们这些酵素 是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还有一样呢 好少人知道的 一种抑菌 好少人知道的 就是如果在肠里面透过发酵 而制造高度有益的天然化物 其实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天然的抗生素 好的菌下 肠里面好菌 还有很重要的消化酵素 很多时候呢 我们的身体这些所谓叫做 未曾完全消化 即是食物里面始终 我吃得太多了 是 这些这样的 要不就维持冤状 要不就被消化酵素消化 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所说呢 在这些这样的抑菌呢 在我们的身体排毒过程很重要的 另外一种叫做 L-Plantaria 一种微生物 现在很流行的 用抑菌去医病的 是 有些是化验你的分辨 看你的身体有些菌略在什么环境 从而是调制一些抑菌去医病的 所以很明显 其实我们的身体内臟 我们的腸道 是决定我们的健康的 有些什么好菌呢 是决定我们的健康的了 还有我们发现 如果我们吃饭之后 用很多酵素处理过的进食 在24小时的尿液分析里面 会产生酸碱平衡 是6.3到6.6的尿液 OK 那就是说 当然我们知道酸碱平衡 是反映我们身体健不健康的了 好了 那这些植物酵素 是不会被身体自动抛弃的 当它们不需要参与工作 它们也不会离开身体的 对身体来说 可以作为一种天然的食物和催化剂 在不同的程度来帮助身体 酵素可以身体里面的器官 可以保持下去的 不会说会全部消失的 是帮助日后工作或者重建我们的细胞 所以你可以看到 酵素对我们的身体的效果是这么厉害的 是的 刚才你也说过 它们不断地产生了我们身体的能量出来 当然在食物里面都会有的 但是在现在现代文明人的饮食的办法 和土壤的流失里面 基本上单靠那里 都不可能是可以令到我们身体去到更加健康的 那这一节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一会儿回来继续我们今天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什么是酵素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 同类疗法 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 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网址3w.naturahealing.com.h 欢迎回来第四节原网题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什么是酵素 如今生之前你也提过 听众都知道酵素对我们的重要性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 你也有提过 原来酵素是可以医治癌症的 其实大家听众知不知道 云然先生 可以和我们再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在美国有一位牙医 她的名字是Dr.William Donald Kelly 她自己本身是一个矫正牙科医生 就是Ophodontas 原来她自己在60年早期 就发现她有愚状癌 哦 这个就是很致命的一个癌症 是的 在院时的医学 愚状癌症是差不多百分之一百死亡的 而且死得很惨 很快 很快 而且死得很惨 Dr.Kelly她自己虽然是一个牙医 但当她发现有这样的问题 她都知道西医是不得医的 因为原来她以前读牙科 做学生的时候 她都在癌症的机构 做一下工作 做一下兼职工作 赚一下学费等等 她就发现这种病 在现代西医的领域是不得医的 但她不想死 她很有趣 你看回她的书 她说她为什么当时不想死呢 第一 她的老婆 就没有继续帮她 买那个保险 就是她是保险 她说 我几个女儿的新计怎么办 她说我不能死的 我还要照顾家庭 照顾三个女儿 结果她就开始用其他的方法 当时她的妈妈 都已经有这种用自然医疗 用草药的传统 在Kelly开始研究了 她发现 在早年也有很多年前 耶鲁大学有位教授 她叫Professor Bair B.A.R.D. Professor Bair 提出其实是癌症的成因 其实癌是我们的身体 是缺乏足够的酵素的时候 我们就会出现不受控制的癌症 是 她的癌细胞 其实是什么呢 是我们身体的伸直细胞 它叫做胎盆的伸直细胞 是Trofloblast 是 其实她说 成因就是当我们的身体 那个卵和精子受精结合 开始成为一个成熟的 瘦人的细胞 慢慢开始分化 当然在分化过程 有些细胞会成为我们的眼部 有些细胞会成为我们的肠 有些细胞会成为我们的肌肉 也是这样分的 是 也有些细胞是要成为我们的伸直器官 是 卵巢或者精子 膏丸等等 这一类是属于叫做germ cell 就是跟伸直有关的 当然在分化过程 由一个细胞慢慢变大 慢慢那些细胞要走不同的部位 就是要各走各位 是 它在过程里面 其实很多这类的伸直细胞 是会遗留在途中的 其实在我们的身体里 就是未去到我们的卵巢 未去到我们的书卵管 或者我们的膏丸 成为正式的细胞 它就遗留在我们的身体 不同的位置 好了 那这些细胞 其实是一个伸直细胞 就是说 个个都有潜力 是成为一个拖移的 嗯 好了 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里面 其实这些细胞 个个都想成为一个拖移的 嗯 但是如果我们的身体 身疼代謝强 我们的酵素足够呢 这些这样的细胞 其实是蛋白质来的 嗯 我们的身体的酵素 是可以帮它消化到的 嗯 就是让它发围不到的了 但是当我们的身体 身疼代謝差 和我们的那个 营基大 我们的酵素越来越少 越来越弱呢 这些这样的本身身体的细胞 身疾细胞 是会形成一个 一个企图形成一个拖移 嗯 结果就成为所谓的肿瘤了 是 所以我们为什么呢 经常都发现呢 癌症呢 很多时候是早期是发现不到的 嗯 一发现的时候呢 已经可能很大 是 原因就是呢 因为这些细胞呢 其实我们身体是自己的细胞 我们身体不会去攻击它 所以我们对它 是不会有些警惕的 嗯 往往呢 就到尾期才知道 好了 他了解这个道理之后呢 因为他自己是 疑状的癌症嘛 那么他结果呢 当然呢 改了他的饮食习惯 那么他的癌症呢 就好像糖尿一样 是 不是一个局部的问题 不是一个肿瘤问题 是一个新疹代謝的问题 所以呢 他就用了一个 他有一本书仔 一本书呢 就有几百条问题 是 就给病人呢 是他做了 填好多之后呢 就知道呢 他属于哪一类的 新疹代謝 从而呢 是他怎样 应该去进行 某一类的饮食方法 那他说 有些病人呢 素食是很重要的 但是有些病人呢 素食是不好的 是 那就是他视乎呢 因为他自己的 新疹代謝的 研究的经验 所以呢 在他的治療里面呢 他是用 第一 饮食那方面呢 是争据你的新疹代謝 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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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种类型呢 就要进行那类的饮食的习惯了 而且呢 他吃了很多很多 酵素 我们早期用的时候呢 他们差不多呢 要每天吃六十粒的 是 有些就是吃餐 有些是吃餐之间 空早吃 那你知道呢 就是吃餐就帮助你消化 是 很多人的癌症病人 很多时候呢 都是那个 新疹代謝 消化出现问题 所以他就越来越瘦 他身体就是吸收不到 所以他用了很大量的酵素呢 尤其是胰壮的酵素 来治疗这些这样的癌症的病人 那 他 过去呢 他大概在 201963年呢 就康复了之后 那 那当时呢 他一个扶仔 德州一个扶仔和牙医 那很多人都 这扶仔大家认识大家的 那他个人都想着 他这位医生就快没有了 对不对 但是很久很久 咦?他不是哦 他还在 那很好奇呢 就去执问他 那他开始的人了解 原来他有种的 用一种新疹代謝的饮食方法 用大量的酵素方法呢 是医治好很多很多病的 那结果呢 他退休之前呢 30年的行医呢 就医治理了3万3千宗的病人 其中的1万宗呢 是属于癌症 那他就神基写的本书呢 这本书呢 很长肖的 但也都被禁的 这本书呢 就是One Answer for Cancer 这本书呢 就是一本小小的书 那他早期呢 就出了这本这样的 叫做One Answer to Cancer OK 但最后呢 就是那本书呢 就是那本书呢 就是令到他那个 就是更加出名了 很多人去找他 那接着呢 他在 在33年的行医呢 就处理了3万多宗 3万3千宗病人 其中1万宗是癌症 他就综合他的经历了 他是癌症 就是他说呢 curing the incurable without surgery, chemotherapy or radiation 那本书就是这样的 cancers 处理一种所谓不自知症 是不需要开刀 不需要化疗 不需要电疗的 嗯 好了 那么他综合的经验呢 他说呢 他说在一种癌症那方面 就是在法律上 他说呢 能够令到一个人是没有了 恶性的肿瘤 恶性的血 和淋巴的问题 就是五言 就是做了你的诊断之后 五言 还在那里呢 如果在传统医疗的人士里面 大概有0-20% 就是用传统的开刀法律医疗 经验之后还在那里 但原一般的自然医疗 另类医疗呢 大概是4-31% 嗯 是高的 高一点的 这个是他的数据来的 他说呢 如果是完全是没有了 这个肿瘤 这个肿瘤 恶性的肿瘤 血液和淋巴的不正常化呢 是 如果你是从来没有用一些 新疹代謝或者饮食的条理呢 的人呢 通常呢 是少过1% 就是人口里面少过1% 是 就是你什么都不做 是 其实都是少过1% 是 但是 如果要达到完全没有了肿瘤 没有了恶性的血 和淋巴的不正常呢 如果你是经过严格的 身疼代謝的治疗 饮食的治疗 和排毒的治疗呢 是出现了什么呢 93-100%的成功率 哇 统合了他的经验 真的成功效果很高 是的 那当时呢 有很多人都会质疑他 那 那 那当时有一位 有位医生 一位医生 一位医生 就被委派 被医学医院 好像在 好像在 医学医院读 那他呢 就被教授呢 就说呢 你去这间 这个Dr. Kelly的诊所 去看 去踢爆他 他骗人而已 这位医生呢 结果呢 就去了他的诊所 就去翻掉他的资料 是 是 是 跟踪他那些 就是过去的病人 到底那些病人 说医学医院是否真的呢 是是 那发现呢 原来是真的 是 就是如果是跟足了 是是是 就是医疗呢 其实呢 很多时候呢 不是靠医生的医術 高明与否 其实要配合四样东西 我经常跟病人说 其实呢 我们有四样 四个条件一定符合 病人才有机会好的 第一 病人的态度 是 如果病人的态度是很负面的 就是很不开心的 或者呢 对你的医术呢 只不过走投无路 来试试你 是 这个是差点的 是很难的 所以一定要有一个很正面的 很积极的 的态度呢 就是进行这个治疗 第二 有没有习音 就是很多时候呢 家里人呢 可能不太明白的 也都不太相信你那种 就是西医主流以外的医疗方法 可能呢 会给很多的反对声音 这个是挺辛苦的 是的 那我叫做习音 就是说你家里有没有人 支持你的 支撑你的 第三 有没有医生 真的有能力 有这么本事的医生 是懂得医好你的 第四就是 你跟不跟咯 是 如果你不跟的医生的指引去做呢 是 都不会成功的 是 这个当然 所以这个是 Dr. Kelly当时的经验也是这样的 他排除了那些 就是不听话的那些 没有跟 跟着又不跟 其实大部分的病人 都是这样的 是 这个当然 都是做了一刻又不做 好多数了一部分 接着又回到坏习惯了 其实他处理的就是Steve McQueen C McQueen 当时是有肺鏡的 是 真的去到他那里 是被他医好过的 是 但是最后呢 C McQueen 最后又回去 吃烟 喝酒 这些坏的生活习惯 结果当然 肺鏡又出现了 是 最后C McQueen 是听人说 就是没有再跟随他 好好的跟随方法 去开刀的 接着就死在手足牆 其实 Kelly 都处理过很多名人 他当时呢 结果说医不了他们 其实主要原因是 很少人呢 是乖乖地跟随了 他说 如果你是 就是你条件当然要好 是 就是你来接受治疗 不要已经半个死尸 是 就是如果你是 心肺功能 肝功能 神功能 其他功能 起码还有一半以上 不要已经退化得很厉害 就是要洗神 那些东西 就是你能一半以上 你跟随了它 93%成功率 那 那 又不是二双牙 二双牙 二双牙是 不得医的 所以其实呢 我经常都和 希望跟大家分享 其实医治的方法 是一向都有的 是有效的方法 一向都有的 但很可惜 就是除了 现代医疗推行的 开刀化疗电疗 很多其他的医疗 都被人打压 或者故意 不提 其实这些资料 是很多很多 这种工具 是很多很多 有效的医疗方法 是很多很多 有效的提升健康方法 很多很多 那我们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 《治疗法与你》 都是一直跟大家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些资料 当然很多资料 不是我作出来的 我都是看到好东西 我觉得对大家有用 我就和大家分享 是 好的 多谢袁医生 我们都知道 所以 在我们今天的题目里面 《什么是烤素》 都是知道 是一个 是存在生命力的能量 所以我们都不要等到 真的去到一个 病的状态 一个走投无路 或者的时候 才可以去 去开始理解 我们的生命 究竟是什么 我们健康的生命 是怎么做出来 怎么可以构成出来的时候 那就早点开始 采用这些烤素的办法 都可以 可以就是 及时 补救得到 我希望大家 都可以 所以我们的目的 都是 请大家有一个健康快乐的人生 好 今天多谢袁医生 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今天的时间 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回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回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我的网址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